诗篇116第17节 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 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所以你会看到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矛盾 首先你一定要听到神的声音 才可以献祭 但你又要照着那个细节 献祭了这个键 你才有这个关系 但问题是你和神都没有这个关系 又怎样可以在第一步听到神的声音 好像很矛盾 原来是这样的 神会主动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祂给我们的声音 当祂主动给我们的声音 然后因为我们做得对 而产生的连锁反应 就会产生 好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 阿伯拉罕的时候就是献祂的儿子 主耶稣的时候 自己亲自盯上十字架 但是我们这间教会 我们就是怎么样 我们就好像主耶稣所说 我们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 去跟从神 就是说原来我们是听到神的声音 第一行去做我们多年的会 一样东西 那就是我们为我们的信仰牺牲 好了 变成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帝兄姊妹可以有主导方式去献祭 亦有辅助方式去献祭 主导方式献祭 就是说你都听到神的声音 关于你自己 在人生当中 应该怎么去分配你的时间 你人生要做什么 应该有什么理想 那你就要照着那个细致 可严谨去做 这个是主导 属于神主动跟你说 关于你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你也有辅助方式 辅助方式就是你在你身边见到 社安教会 是听到神的声音的 是不仅在献一个很庞大的祭 去给神的 那你在里面成为一个帮助者 一个帮助即使 甚至一个传职 又或者甚至一个领袖 一个跟进员 又或者一个家序负责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是辅助了这个献祭 一起去献给神 因为里面的细节 我们会很严谨的 我们不会轻易胡说 这个就要这么带 那个就要这么做 我们会很强调里面的秩序 我们很强调里面分享的讯息 我们会很强调 做每一个全职的身份和资格 很严谨的我们去执行 这些是献祭的细节 所以变了换句话说 在马丁路德的时候 他们的献祭 其实就是开始信业会 记住 是开始信业会 是当时马丁路德的时代 但是人们后来把它变了 变了什么 变了回信业会 就是献祭 搞错了 因为之后 就是开始信业会的献祭 不是回信业会 因为再之后 就开始巡道卫理工会 就是献祭 而不是之后 翻巡道卫理工会 就是献祭 这个就是错了 我们会觉得 这很奇怪 为什么明明有法利塞人 是神开始 直到马丁路德 但是为什么后来变成法利塞人 时 主耶稣就骂了 原因就是 开始这个法利塞人 是神的智慧 是向神牵制 但后来翻巡道卫理工会 不是 因为翻巡道卫理工会 今天是为了 当时法利塞人的 名誉地位和利益 你看主耶稣说他们所做的 全部都是为了什么 为了利益 为了明星 而是做的 那个还叫献祭 你找着好处 找着好处 就是为了献祭 为神牺牲 为信仰牺牲 要不要作得这么大 但是很多人的信仰 就是这样自欺欺人 但是问题就是 他事实上是可以 因为有很多信仰白痴 一两个跟着这些人 所以原来会的时代当中 很难得 非常难得 你要有愿作的心 然后神就会寻找你 然后呢 你就会找出那个时代的献祭 例如好像这个时代当中 显出最大的就是 其实是建立石安教会 这个圣殿 而建立这个石安教会 的圣殿 当然我为大家 开始了很多的崗位 无数的那么多的崗位 终于让你有机会 来到这间教会 正式向神献上你的金心祭 献上你的感谢祭 换句话说 怎样是感谢遗祭呢 其实就是说 你是不是在一间 就是 猪头饼教会当中 唱圣诗就叫做感谢遗祭 不用想 你在那里 简直是泻足神 你都一定要回到 有神的教会 在那里唱歌 敬拜神才作准 你在其他地方 完全不作准 因为 那个不是感谢的祭 那个只是斩感谢而已 如果所说 那个既然不是祭的话 你能不能跟神 产生最基本的联系 不可能 更加不要说我进步了 对吧 所以你要看到 在石安 在过去多年当中 第一 我们有这个神的声音 我们借着献祭 产生这个联系 但我们有没有进步 我们有进步 我们有一个制 接一个制 一个制 接一个制 作为很多人来说 他觉得不满意 亦华这样做 他觉得亦华这样做 是白做 或者浪费 大问 就是犧牲 这种过程当中的犧牲 或者他们认为的浪费 就是真正的犧牲 再来说 亦华牧师浪费了他几十年的青春 又或者浪费了教会一些时间 去预备神所给我们的每一个步骤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我们不需要这样浪费 所以你会看到 神为什么每次献祭 都将一些本来吃得的 很好吃的牛和羊 很乱的这些一碎羔羊 全部烧到变灰 明白吗 这个岂不是浪费 不照着神的方式 在人眼中看来浪费 但是有些人 是就这样浪费 不过不是照着神的方式 但是你会看到 我们有什么照着神的方式 有 但我们就要照着神的方式去做 在任何人来看 他都会觉得是浪费的 但是我们现在当然看回 哇 这个还说是浪费 那些人真是傻 直接枉费他们一生 即不跟着石安 所以变成 在这个问题 虽然越说越深 但是问题 问到这个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这个 发人心醒 的一个概念给大家知道 完了这个灾在 要让你们永远理解一件事 人类唯一能够 为神牺牲的方法 自古以来 新药旧药 都是借了献祭 但是献祭自古以来 都是神不断改动 换句话说 怎麽是不断改动呢 神叫阿伯拉恩献 神以杀为祭 我说真的杀了个子 但是以后所有基督徒 都可以杀了自己的子 当然不是 是吧 看不看 我正在说 这个祭就是 一直在变 但是问题 一定要听到神的声音 你才懂得变 但是变了之后 你继续做下去 就好像是一种浪费 但是问题 当你肯做 以及记住 照着里面 很严谨的细节去做 才在这个祭里面 跟神产生这个connection 产生这个联系 这个就是每一次 献祭都有的特性 诗篇116第17节 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 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希望被你画愿原谅 莫记得我优伤 以我立志望远 在世路经 愿奋发揭力燃上 愿我要遍遍 愿我要遍遍 心中愿太 患上波随 莫要艰苦在上 我乐见 愿重赞思照 愿我将光荣 真心献上 顺 PU что 我心中拥换 感谢观看